塔玛古道幸存的集市上发生了哪些感人故事 他跟我们说他要在沙西中老一生 丝绸之路的千年古镇又为什么如此神奇 你会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在地球上 品独特的土耳其美食 听动人的白族歌曲 城市一对一走进中国建川和土耳其卡帕多奇亚 领略他们的迷人魅力 敬请关注 城市一对一发现城市魅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做客本期节目 我是主持人孟胜南 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个城市啊 他们一个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一个是丝绸之路上的闪耀明珠 他们都拥有着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 还有非常有风格的地形地貌 一个是中国的建川 一个是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 为您请上两方嘉宾 他们分别是建川的旅游推荐人陈苗 还有卡帕多奇亚的旅游推荐人高敏 让他有请二位 欢迎陈苗 欢迎高敏 你好 谢谢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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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陈苗 来 好 今天呢我们的旅行要从这两个各具风格的城市开始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先去看两个城市的美景 先从中国的建川 大家好 我已经来到了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建川古城 今天会有一位叫阿鹏的向导 在这跟我们会合 这说好的人哪去了 阿鹏 阿鹏 别走 我们在这里 到底谁才是阿鹏 我们都是阿鹏 我才是你要找的阿鹏 你你是阿鹏 为什么这么多阿鹏 我们大家都是阿鹏 你看过电影《无赌金花》吗 看过 里面的男主角阿鹏 就是我们建川人 所以 所有的建川男人都喜欢把自己当做阿鹏呀 哦 阿鹏的好 那我来到建川特别想知道 这有什么好玩的 建川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现在我就带你去 走吧 走吧 建川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北部 地处丹霞地貌的山区 林木葱裕的石堡山上 石头遍地开花 形成了如中如湿 如鸵如雕的奇风一时 让人感觉十分神奇 另外 世界上雕刻石师数量最多的千诗山 还有天龙八部里段玉练剑的剑壶 也让人流连忘返 除此建川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去 刘姓快看 前面就是沙溪古镇了 哦 怎么漂亮的一个镇子 是啊 这就是当年 茶马古道上 马帮休息补给的重镇啊 哦 怪不得你今天让我跟着马帮 还穿成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肯定很有故事 我们得赶紧去看看 好 沙溪古镇位于建川西南部 唐宋时期 这里随着茶马古道的兴起而兴盛 至今 镇上仍完好地保存着 古老的商铺 街道 古树 以及寺庙等等 他们见证了沙溪当年的辉煌 这里也因此被称为 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籍室 哎 阿鹏 这边还有个戏台啊 这是以前的吗 对啊 这些戏台已经是200多年历史了 哎 那他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因为马帮经常到这啊 是啊 当年的马帮兄弟在这里 通宵达旦的看戏啊 通宵达旦 他们可是要赶路的呀 哎 那他们要是到雪域高原以后 还能看到这样的戏吗 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哎呀 那马帮兄弟可真是挺不容易的 除了古戏台 镇子里少不了的 当然是供马帮修器的马店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家 当年的五星级马店 欧阳大院 五星级 这个怎么说啊 你看啊 木头的房盐都用瓦片包住了 所以如果 你们这家起火了 也将集不到他们家 再看这墙上有一个瞭望口 可以观察到瓦片的情况 那马帮要是住在这 可是比较安全了吧 是的 咱们在里边看看 这是一座典型的三方一照壁的白族建筑 占地面积一千三百平方米 它建于清朝末年 是由马帮头领 也称马锅头的欧阳景盒建造的 在当年的沙溪镇显客一时 这就是当年的VIT小院 这两边是客房吧 对 只有马锅头才能住得起这边的客房 马锅头们可以一边喝茶 一边欣赏这边的表演 这还有表演 小院的戏台 并且这戏台底下还是空的呢 里面有地道 这可一点都看不出来 客人可以躲到里边去 特别安全 那院主人的考虑是挺周到的 是的 还有比这更周到的呢 那咱们看看去 走 我们就来上去 在楼上是吗 首先楼梯 这是一个小密室 你看这 这什么呀 这里边是空的 这可是当年马锭提供给马帮 存放钱财的地方 哇 那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保险柜吧 是的 非常隐秘 并且当年还在这场上 外人根本无法发现这个地方 那这欧阳大院可真是名不虚传 是的 如今 马帮的马提升已经远去 当年的马店也变成一个个客栈 在古树的演绎下 沙溪安静地迎接着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我们的嘉宾陈苗 是土生土长的沙溪人 对于这里 他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呢 在那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呢 印象最深的是在 那个时候我们的沙溪古镇 它还是一个很小很安静的一个村镇 当时呢 我记得有一天呢 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 到底是谁家到谁家来走亲戚的呢 大家都很奇怪 后来呢 这姑娘笑笑说 我不是来走亲戚的 我是来旅游的 那么当时的人们呢 对于这个旅游没有什么概念的 这个姑娘呢 在我们小镇上呢 小住下来 但是有一天 这个姑娘突然之间又消失了 后来呢 在两个多月以后 她又出现在我们古镇上了 而且呢 在我们沙溪古镇呢 开了一个客栈 后来我们经过了解呢 才知道 她是一个孤儿 她的爷爷呢 这个把她收养了 而她的爷爷呢 曾经是马帮当中的一员 那么爷爷从小就跟她讲 很多很多马帮的故事 同时她也有个愿望 就是等到她长大成人 她希望能够到我们沙溪 这个地方来 一样天年 但是呢 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呢 她的爷爷就过世了 她呢 就带着她爷爷这个愿望呢 就来到了沙溪 想来走一走 看一看 看看这个爷爷生活过的地方 之后呢 她觉得这个地方的人也非常的好 然后呢 把工作辞了 把她所有的家当 全部都变卖了之后呢 就来到沙溪 然后就在沙溪呢 住了下来 她跟我们说 她要在沙溪呢 终老一生 所以十多年过去了 她现在还在古镇上 我们先感谢陈淼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 先把掌声送给陈淼 为什么沙溪能够留住 那么多人的脚 也留住那么多人的心 我想请 坐在我们台下的 建川文化学者 董曾旭先生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其实沙溪古镇 它在古代的时候 都是很兴盛和繁荣的 因为建川属于 滇藏朝王古代 有丰富的物产 就吸引了很多的满邦 开始它是停留 慢慢地就发展成为 一个集市和重镇 到了唐代中后期 就在沙溪 整个的市周周围 发现了盐景 古代盐包 有盐包的地方就有财富 因为国代很多税收 上不上来 收不上来的时候 国家把很多税收 交进盐税里边 所以盐包成为了 黄金博银 几乎等价的一个商品 就对沙溪的 这个经济推波助澜 它在明代的时候 就出现了意识 生意一两点钟的时候 在那边 合格斗舞 趋势满漫的人 还很多 随着汽车运输 代替了网帮 慢慢地 它就当出了 历史的舞台 很多的人 现在去探寻 长王古道 去研究长王古道 实际上再一次地 发现了沙溪 为什么呢 这地方 因为沙溪最吸引人的 它远离城市 没有现在我们 城市里边的 红绿灯 相当幽静和清静 所以人官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是自己能够 把自己的心 能够放在这地方 好 谢谢董先生 给我们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要走得远一点 去看一看土耳其的卡帕托西亚 在那儿有怎样的美景 来 这里的风景 独一无二 有世界第八大自然奇迹的美誉 这里是星球大战的拍摄地 被称为外星人遗落的村庄 这就是卡帕托奇亚 卡帕托奇亚 位于土耳其中部的 安纳托利亚高原 以独特的卡斯特地貌 而闻名世界 放眼望去 奇事林立的群山里 到处长满了这种 像蘑菇 或烟囱一样的石笋 或石柱 被被壮观 几乎来到这里的游客 都会被这里的奇特景观 所震撼 卡帕托奇亚的中心 就是格雷美小镇 各种房屋 沿着山坡而建 高宗的岩石上 则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洞穴 很难想象 他们就是古人居住的地方 作为古四周之路的必经之地 小镇上还保留有古老的驿站 这些外表看似普通的洞穴 如今已经被改造为餐厅和旅馆 干净整洁 冬暖夏凉 住在里面 您可以体会古人学居的生活 小镇周围 还有一些更为隐秘的岩窟 则是教堂 墙面精美的宗教壁画 至今仍然鲜艳多目 历史上 由于受到迫害 基督教徒们隐身在这里 修建房屋和教堂 才形成了如今 叹为观止的景观 然而让我们的嘉宾高明 留恋的 除了神奇的景观 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想问问 让高明留恋忘返的 在这个小镇里 是什么 这个小镇 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 因为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恰巧遇到了一个 应该说让我很感动的 一个一对老夫妇 为什么这么讲 要在卡帕托奇亚 以及格雷梅这边游览 那么首先有一个 最好的游览方式 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就是要做热气球 而且要做哪一般的热气球呢 一定要做早晨 日出那一般的 那么我天没有亮的时候 就做上热气球 那热气球一点一点升起 太阳也一点一点升起了 我这个时候能做的 除了惊叹以外呢 就是可能拿着相机 到处去拍照 但是当我拍着拍 我的镜头里闯入了两个老人 为什么会吸引我 因为他所在的热气球 这个篮子里边 都是年轻人 只有这两位老人是白发苍苍的 这两个人老人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对面的热气球上 他的背面 有太阳的光速慢慢地映出来 是老奶奶吧 靠在这个老大爷的肩膀上 然后这个老大爷呢 再给他指 下面的一步道是指一个什么景观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画面非常温馨 我下意识地 我就偶按了一下快门 但是我收起相机的时候 那个老大爷 他在冲我说了几句什么话 热气球就渐渐远离了 到第二天的早晨 然后我住的洞穴酒店的老板跟我讲 说下边有人找你 然后我一看我就认出来了 是我向地比拍照的这两位老人 第一想法就是说 可能是说 要我把这张照片来删掉或者怎么样 这个老大爷就非常非常慈祥地跟我讲 他想要求我把这张照片送给他们 说那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送你这张照片呢 他说你不知道 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 我老爸就有一个愿望 就他要游遍世界所有的教堂 因为他们是很虔诚很虔诚的基督徒 这样子 那么到今天到了卡巴托基亚 格雷梅这个连酷教堂的时候呢 这座教堂他觉得他看到了教堂的独特 再加上他年纪也大了 可能到此也会算是圆满了 那么恰巧我拍他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正好是这个老大爷在给自己的老伴 指下面的这个教堂在哪里 所以他说他会觉得这张照片很有意义 就希望把照片送给他 那么我就同意了 他们也很高兴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 我当时离开的时候就看着他们的背影 因为也是这个老大爷 掺着自己的老伴慢慢地走 然后白发苍苍的 我就在想因为我是比较爱摄影的 那么可能世界去过一些地方 也拍了很多张照片 我不敢承认就是这张照片是技术有多好 但是我敢承认这张照片一定是 对我触动是非常大的一张照片 我们听起来都蛮感动的 那今天呢我们台下里也请来了 一位是土耳其的留学生 秦小强先生 也是在土耳其多地旅游 作为男孩 你有没有到这一个类似于外星球的地方去看一看 卡巴托切亚这个地方 我前后一共去了四次 同样的感受就是震撼 确实当这个你处在这个卡巴多切亚地区的时候 你会问自己 我到底是不是在地球上 是 那你知道这个地貌如此之奇特 但是有没有探寻过它的原因 为什么呢 卡巴多切亚这个地方实际是一个盆地 这个盆地的周围呢有三座火山 在几百万年前呢 这三座火山是非常活跃的 每次喷发一次呢 这个岩浆呢和火山灰呢 就要堆积到这个盆地里 在最上面一层呢 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这个玄武岩 腐蚀的这个程度呢 比较比较缓慢 玄武岩下面的风化岩石 风化岩石相对于玄武岩啊 就比较容易风化 就比较容易寝食 所以呢 再加上这个雨水啊 刮风啊 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是一个烟囱状 底下呢 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这个风化岩 上面顶着那个小帽子 那个小盖啊 实际就是残留下来的那个玄武岩 你专业是学地质的吗 不是 那看来你是真的爱卡巴多切亚这个地方 研究的如此之这个细致 如果有人要我今天还去的话 你还去 我可以马上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去卡巴多切亚 足见秦小强对这个地方的爱 我们来掌声谢谢一下 今天我们嘉宾姐姐请来了 中国思想领袖品牌研究院的院长 吴富彪先生 同时也是我们城市一对一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吴先生 两个城市的美景应该说各具特色 您看到了怎样的城市风景 这两个地方的风景 实在给我们太强的那个穿越感 当你就是走到这个沙西古镇的时候 你就像重回了茶马苦道的昨天 而卡巴多切亚 这些千奇百怪的石柱丛林 简直就是一个个的天外客 如果你想有一次旅行 那么去寻找一个陌生到和你现在的生活 没有多少交集的世界 那你就要隐藏在云贵高原的建川和卡巴多切亚 谢谢主持人 您吃过这样的建川美食吗 卡巴多切亚的桃罐里就藏着什么秘密 城市一对一正在讲述 接下来我们再去了解这两个城市 有怎样能留住你的胃的美食 先从中国的建川开始 阿童 你在吃生肉吗 吓我一跳 你这是在干嘛 我是在吹肝 吹肝 这是干 对 猪肝 可是这吹牛我见过 吹肝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吹肝可是我们白族的一道传统美食 今天我们就是特意做这道菜给你 谢谢了 可是这干怎么能吹 只要你足够用力 它就能吹起来 要不你来试试 我能吹得起来吗 我相信你能行 来吧 拿着手竹 手竹肝 好吧 那我就来试试这猪肝 吹猪肝吧 一二三 加油 刘信 加油 看来女孩子力气不够啊 我觉得我的肝都胀起来了 可是她还是没有变化 阿童 还是我来吧 看来女孩子 女孩子 真干不了这个活 对 看来想吃这吹肝还真不容易 阿鹏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全部的肝吹起来了 为了入味 还要把肝里灌入白酒 花椒水等做料 最后还要在猪肝表面 涂抹上每家秘质的调料 阿鹏 这吹肝一会就能做熟吃了吧 不行 这得量至少三个月之后才能吃的 三个月 对啊 那我今天岂不是吃不上这吹肝了 当当当当当 刘姓你看这是什么 原来你早有准备啊 阿鹏 是啊 这是我好几个月前就已经做好的吹肝 颜色已经变成黑色的了 而且它表面特别结实现在 都干了 对 将风干的猪肝在水底煮上几分钟后取出切片 再撒上调料就可以摆盘食用了 可算是能吃上的吹肝了 是啊 你看它这个表面真的跟普通的肝差别很大 已经有特别多的气孔 对就是我们吹肝时候吹出来的 那我得赶紧尝尝 怎么样味道还好吧 肝本身的味道还在 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还有点像吃玉米饼一样 这种颗粒感是非常强的 这个肝中的还有一些酸又带点微辣 但是酒味没那么浓了 对因为长时间的晾菜 所以这个酒味都散发出去了 味道还真不错的 阿鹏你也一起吃 好 吹肝 怪不得 其实人家这个吹肝也可以利用肝本身的小孔 让这个食材的味道 比如说酒啊花椒的味道更进入进去 你就不会觉得肝有腥味啊或是入味 对很好吃 而且主持人我跟你说 咱们这肝啊它做成这个样子 它还有一个功效 它还有药用的功效 嗯嗯 什么药用功效呢 我就这样我给你讲个事吧 我有个同学呢 他呢一直以来呢都说要有机会呢一定要来品尝一下我们建川的白酒美食 那刚好有一次呢我们家亲戚就结婚了 他就真的来了 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呢 我觉得很奇怪 说你怎么了 怎么长变样了 他说什么叫长变样了呀 这个牙上火了 牙疼 疼得厉害 啊那我说还不赶快吃药啊 吃好多了都不见好 嗯 后来呢当天晚上呢我就带他去了我们这个亲戚的 这个他他办席的地方 然后菜一上来吧 他馋的直流口水 但是呢因为这个牙又疼 很多东西都吃不了 就光看着那着急 因为咱们的吹肝呢也是八大碗当中的一个菜 他就问我说阿淼那东西是什么呀 呃我说那是吹肝 还要不尝尝 呃然后他就说了 他说我不吃肝你又不是不知道 回去以后呢 我妈妈就下厨房给他做了一碗稀饭 他三下午除二就把那稀饭给吃完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哎呦我这次可真郁闷呢 美食没落着就喝两碗粥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高兴的告诉我说 我的牙不疼了 阿淼你看我牙不疼了 好奇怪啊 你们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我才知道啊 我妈妈呢是把那个猪肝 就是我们的吹肝啊 给它剁碎了 然后呢煮在那个稀饭里给它吃了 我没办法了 他非常忐忑的告诉他说 你就吃了你最不爱吃的吹肝 好生气啊 然后第二天呢 我又带他去做客了 因为我们白族的婚礼呢 通常半课都是半三天 呃我们那个吹肝呢 一桌八个人 然后每人一片 刚好八片 结果呢他一个人把那个一桌上 所有人的饭全部都给吃了 然后当时我还笑话他 我说你不是不吃不吃肝吗 他说这又不是猪肝 这是吹肝 陈淼在介绍的时候 我们看出来那份自豪 还有点得意哈 别看你们哪都有肝 但是不行 你必须到我们建川来 还得是吹肝 才能达到我们这儿 吹肝的美味和药用了 对 那想问问董先生哈 为什么在咱们建川这个土地上 会诞生这样一种 跟大家一样又与众不同的菜 呃 这个要从少数民族的习俗说起 嗯 就我们少数民族有交里边 交交户户要杀宁猪 嗯 因为古代没有冰箱 他们就发现了 把猪刚能够吹起来 在我们建川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 和气候环境下 它不会粉了 而且我们这地方 您平均气温12.3度 最高的下级气温 没有上28度的 所以满帮可以行走到西藏的时候 它可以过在身边 上火了 咬吃疼了 生仓了 它可以气气 渡在那个西方里边 卢国放里边 就可以吃 所以这个古代伯族的鲜明啊 它智慧的一个基金 以后刚我们平常吃的时候 它有降火和明目的这个作用 它也许是风刚以后 这个降作用就更强烈了 真不错 好 谢谢董先生给我们的介绍 那个高明咱不用产 因为卡巴多奇亚的美食 马上就要带给大家 咱们尝尝见川的 来 一起看卡巴多奇亚的美食 享受完绝美壮观的视觉盛宴 您是不是已经饥肠露露了 跟这里的地貌一样 卡巴多奇亚的美食也别具一格 它既有土耳其的传统特色 也融入了亚洲和欧洲的特点 传统的多纳卡巴是最常见的美食 它选用上等的牛羊肉 剁成馅儿 加入橄榄油 盐等腌制一碗 然后做成圆饼 穿在铁签上 放在电炉子上烤熟 看到这儿 您就明白 多纳卡巴其实就是旋转烤肉 这种以碎果仁尾馅烤制的甜点 巴克拉瓦也是相当出名 吃起来酥脆香甜 而这里红茶的发音 居然和汉语里茶的发音一样 音乐中您能感受到丝绸之路上 中国茶叶的影响力 再看这几位土耳其大妈 正在平底锅上烤的白面饼 您是不是也很眼熟呢 当然要吃到最地道的美食 一定要去这里的洞窟餐厅 他们大多在山洞里挖掘建造而成 在这样别具一格的餐厅 边欣赏表演 边品尝这种最具当地特色的美食 您会不会感到十分新奇呢 好 这样一道美食是什么 我想问问高明 其实是我去吃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因为我当时去吃这个东西 是我被朋友拉到了一家餐厨 然后这个服务员 把这个东西端上来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就是一个很小的 一个淘土罐 然后上面黑黑的都烤焦了 然后底下还带着一点火星 我冲哪里吃啊 我当时就在想 之后这个服务员拿了一个 这么长的一个小铁棒冲着我 然后他一边耍着一边就过来了 然后就把铁棒递到我面前 试一让我试着去敲这个淘罐 我真的不敢敲 第二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然后当时我就半开玩笑地 跟这个服务员讲 说我才不敲呢 我万一敲坏了 你还要我陪你们的餐具 然后当时服务员就很开心 他说既然你不敢敲 那我帮你来敲 他一敲我就往后一躲 他一敲我就往后一躲 然后他就适应我说 你千万不要担心 他在这个淘罐的中部 就用小铁棒敲了两下 就用力一拧 然后淘罐的中部就开了 这个时候从里面就涌出了浓浓的汤汁 是炖的牛肉 这就是当地这个淘罐菜 特别香这样 真的就是保持了这个肉的原汁原味 然后我很好奇 然后我就不明白这个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何必呢 就是它是怎么放进去的 因为它全都是密封的 然后他就带我到他们的后厨去参观了一下 然后我才发现就是 其实它那淘罐端上来的时候 这个短片刚才也看到 上面都是黑胶的 这黑胶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它粘上了一些陶土 没有这个陶土的时候 这是一个瓦罐 上面是有口的 一个小口 然后他把这些切得很小块的牛肉 还有一些配菜 西红柿茄子之类的 然后塞到这个小瓦罐内 然后呢 再封上陶土 放到火上去烧 大概烧几个小时 完全烧熟了 烧入味了 以后才能给库克拿下来吃 你就会觉得真的非常新鲜 然后密封煮了这么久 它会有一点点泥土的香气在里面 但和我们平常吃的那种 土豆炖牛肉啊什么的 这是有差别的 肉比土豆炖牛肉那个嫩 那是块要小 比它要嫩 汤汁要更浓一些 那其实这个菜要说也挺费成本的 每道菜都要敲破一个陶罐 是 这就浪费了 对 这个陶罐绝对是一次性的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餐厅旁边 摆了很多这种陶罐 都是敲过的 如果你想去 吃一家正宗的陶罐肉的餐厅 那么就要看这家餐厅外面 摆了多少陶罐 听起来还不错 很不错 好 陶先生你有没有尝过这个叫陶罐肉 先请允许我呀 先咽一下口水 刚才这个高敏这个描述的太细致了 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 这个陶罐餐呀 其实在土耳其 其他的地方呢 也有 但是最正宗最好的呢 就是在这个卡巴多切亚这个地方 它的土质呢 非常适合做这个陶器 所以呢 当当地人呢 就非常愿意用这个陶罐 用陶器器免来做这个肉做菜 在煮的过程中呢 在这种密封的状态下呢 陶罐里边会产生一个气压 就形成了一个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高压锅是一个 一个道理 但是高压锅咱们是有气阀的 这个里面的压力是可以放出去的 但是这个陶罐怎么放出去呢 因为上面这个糊的这个泥呀 变干以后呢 就会裂开 裂开以后呢 里外的空气就可以流通了 所以就起到了一个这个气阀的作用 而且呢 在这种陶罐里做出来的这个肉啊 就跟咱们在高压锅里做出来一样 非常的烂 非常的入味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因为是要敲开陶罐去吃的 你毕竟是陶土 那你会不会很多渣子什么的就入口了 拌着这肉 哎呀 我第二次去这个卡帕多西亚的时候啊 我就制止了服务员 我说这个还是来我来 我就很大胆的上去了 服务员就问我 先生您到底会不会啊 别敲坏了 我说没问题啊 这第二下的时候啊 陶罐就碎了 结果呀 我就吃了一顿啊 别具风味的陶罐餐 里面呢 加了一个佐料 就是碎的陶片 所以啊 所以说如果你不想就着这个陶罐碎片 这个调料吃 你一定要让专业人士来帮你打开 是不是 对 对 还是得有这个长期挑陶罐的技术 才能找到的很好 对 那两个城市的美食 我们都已经品尝过了 也要问我们台下的吴富彪先生 您品到了怎样的城市味道 这两个地方的美食 我们可以感觉到它有一个古道的特色 像咱们建川的这个吹竿啊 你就可以看到在 茶马古道上的其他节点 你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 它也会呵护着马帮们走遍天涯 而在卡巴多吉亚 它的这个美食 也有着和丝绸之路 这样和那样的故事 在这种就是穿越感 特别强的地方啊 我建议你还是先安顿下来 好好地吃上一顿 悄悄这个陶罐 让你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存在感 哦 我到这了 这样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品味城市味道 白族小伙儿在石宝山上如何找媳妇 土耳其人又为啥要拿着勺子来跳舞 城市一对一正在讲述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两个城市的特色轮化 先从中国的建川开始 你看在建川我们看了这么美的景色 又吃了好多好吃的 这是要谢家鹏了 嗯 今天傍晚我还要带你去听听我们的白族调 白族调 是啊 在建川 我们每个人都会唱白族调 并且非常爱听 嗯 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唱白族调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哇 那赶紧走快点 好 不仅 mej敬一位唱反哒 沟昭市民最新的名称 小伙儿打望 五十二跳 收视频中的启 ede 女友好带一太多 女友好带一太多 哎 刘姓 我今天要特别给你介绍 这个是我们白族调的情歌王子 李根凡 哦 李大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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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哦 我都不忍心打断了 那刚才你们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我们唱的是白族情歌 情歌 李大哥说 白族调是白族特有的一种演唱形式 曲调相对固定 而歌词可以即兴发挥 每年农历七月 在石宝山下都会举行大型的歌会 很多白族男女都会像他一样 含着龙头三弦 对歌赛歌 互说中场 白族的小胡子 唐面爱又一根传情 那您自己是这样吗 我媳妇也唱情歌唐回来的 哦 是吗 唱哪一句还记得吗 还记得 跟我们唱一下才翻译一下是有意思不得 可以 好 来 大旗的意思是 不得不说白族小伙子的感情还是很分放的 其实除了情歌外 白族人在田间劳动 举经仪式 甚至老人教育小孩也会唱白族调 如今白族调已经深入到现川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嘉宾陈鸟 有哪些关于白族调的回忆呢 陈鸟能跟大家讲讲你跟白族调之间难忘的故事吗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难忘的应该就是 跟白族调的故事应该就是跟我婆婆的故事了 我婆婆对我非常的好 就像我妈妈那样的对我 我觉得呢我的朋友啊都非常非常的羡慕 我说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婆婆 我其实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呢 还是经常听婆婆给我们唱这个白族调 后来呢婆婆就得了重病 当时呢是得了尿毒症 整个人就瘦下来了 每年一到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得去住院 然后去医院以后呢 医生又给我们下了个病危 当时心里边呢就特别的难受 因为那一年婆婆的情况其实已经不是很好了 后来婆婆就提出说 她不想住在医院里了 她想回家 我们就把她呢接回了沙西的家里 然后就在家里边呢就让她呢吃点药一直这么维持着 其实我们虽然没有告诉她说 医生已经下病危了 但是呢她从我们的平常的这个言谈当中 她也察觉到了什么 后来呢有一天家里边都没人 我一个人在家 因为婆婆得了尿毒症呢 她的这个脚呢就全部全身都浮肿了 要经常的给她按摩 那天呢我就来给她按摩脚的时候呢 她就跟我说 她说安妙啊 我觉得我今天精神特别好 我觉得好久都没唱白足调了 要不我给你唱个白足调吧 然后当时呢 我心里想 她那么病重的身体怎么唱呢 但是她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 然后呢用尽全身的力气 给我唱了一首白足调 然后唱完这个白足调之后呢 其实我心里边真的很难受 但是呢我忍住那种非常悲痛的感觉 我就拉着她的手说 您唱得太好了 以后我要每天都听您唱白足调 您必须得每天给我唱一首 再后来呢婆婆过世了 这首白足调就成为了 婆婆留在我心目当中的最后的记忆 确实哈 这个故事听的人心里特别的酸楚 都说婆媳关系哈 婆媳关系 但是就是在陈淼跟前 我们感受到了婆媳之间那尊母女的爱 对 非常浓浓的爱 我想 这也足以说明白足调 在咱们建川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了 对 地位非常的高 对 几乎可以代替语言来表达对你的那份疼爱 对 对 好我们请陈淼平复一下情绪哈 我们也问问董先生 为什么在这个白足调当中 白足调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就是在伯作的地区 实际上伯作调就相当于水和空气 一天都少不了 但伯作调是怎么产生的呢 大家知道 因为山多的地方 通讯靠喉 交通靠走 国代的少数民族 他在亭间地头 劳动的时候 他要站起压岗的时候 他就哼两声 对面的亭里边 脚头有脑袋就对答过来了 有些是小伙子 有些小姑娘 通过这样的对答以后 他就产生了一种感情上的交流 也就是说 通过这种生产生活当中 产生了很多调子 石宝山歌会被誉为东方的一个情人集 每天上去的有上望人 连续商天商议 在上边对调 对歌寻情 有些很多年轻夫妇 就是与对调子 在上边情同意乎 有些回去 结为夫妇了 所以在博足居多的地区 就花琴玉校 亭间地头 扫破了这个博足调 什么样说什么 离不开 对 根本就离不开 是这样 你把在你家跟你的先生 唱白足调 拉家常的那个私房话 给我们现场唱一段行不行 可以不可以啊 好 那就给大家唱一小段吧 行 谢谢 小嗓真亮 唱什么呢 我也想问 唱什么 就是 小心肝 是个小心肝 就是我们互相的称呼 然后呢 我们俩呢 你也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然后呢 我们俩跟就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都叫 那个情侣说亲爱的 没劲 没劲 那个白足朋友叫 小心肝 叫 是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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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个平 听着就点 我都听着 都吃点口 太甜了 对 我叫膝盖片 谢谢陈苗 给我们带来的 这么欢愉的时刻 我们再次掌声 谢谢陈苗 美丽的歌声 谢谢 咱们再去看一看 这个卡帕多奇亚 有怎样的特色文化 卡帕多奇亚 所处的安纳托利亚高原 是土耳其传统舞蹈的发源地 因此 这里的舞蹈 种类很多 比较独特的是 这种勺子舞 跳舞时 舞者随着音乐 偏偏起舞 动作时而急促 时而舒缓 有意思的是 每个人手里 都会拿着两对木勺 有节奏的 敲击 发出响声 作为当地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娱乐方式 每逢重大节日 喜庆丰收 嫁娶一世 甚至在临时聚会时 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 从四面八方相继涌来 手拿勺子 脚踏 踏古典 欢快地舞蹈起来 我们的嘉宾高明 也有幸看到了 这种勺子舞 你是在什么情境下看到的 也是在餐馆 不是特别巧 因为我们 我当时去卡巴多吉亚这边玩 也是跟几个朋友 然后呢 我在我离开的最后一天 就到酒店的天台上 然后我就听见了 很清脆的那种音乐声 然后就从下边 上来两个酒店的服务员 然后穿着简单的 就土耳其的民族服饰 然后戴了帽子 然后两个手就这样伸着 但是我当时 因为是天台 也是在晚上 我看不清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他手里发出声音了 然后就一边扭动着 然后就再跳起来了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他拿了什么东西在跳 而且为什么要冲我们跳舞啊 然后就在这奇怪的时候呢 从后边又上来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老板 这个老板 我先形容一下 是一个很胖的一个人 肚皮很大 他当时也穿着是这个土耳其的民族服饰 但是我绝对相信 这个衣服不是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穿上以后 肚皮还有一部分还漏在外面 这样 他也依旧是两个手 一只手拿两只勺子 这样子 然后也是在扭动着这样子 一边跳一边扭 然后当时就给我们几个朋友 斗的已经是前仰后合了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肯投入的时候呢 他就过来了 然后擦了他头上的汗 然后说祝你生日快乐 我当时真的很感动 才知道原来他是为我的朋友 来庆祝生日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入住的时候 有填过资料 他有记住我的朋友是今天的生日 真细心 对 特别细心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 他手上的勺子 他教我说 这个勺子要放在这个 食指和中指的中间一个 然后中指和无名指的中间一个 然后呢 敲击的时候是勺瓣和勺饼 还有勺的前头都会出声 就是这样子 虽然他跟我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试的时候真的很难 太难掌握了 对 太难掌握了 对 几次都掉到地上了 然后他一定要拉着我 跟他们一起扭啊 拉着我几个朋友一起跳 但是即便是我们跳得很笨拙 然后也是很快乐的一个晚上 还挺有意思的 那我想问问秦先生 为什么在当地会有这样一种舞蹈 这么的普及 当地的老百姓这么喜欢跳它 这个勺子舞呀 在土耳其语里叫 Kashik Oynu Kashik这个词呢 是勺子的意思 但是Oyn这个词呢 并不是舞蹈的意思 在土耳其语里 Oyn这个词是游戏的意思 最早的时候啊 他这个舞蹈实际上就是 大家在一起啊 欢聚的时候 庆祝用的一种仪式 或者是助兴用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在结婚的时候 那么全家人都要聚在一起 一起吃饭 酒喝美了 站起来呢 男人就要跳一段 助助兴 那么最顺手拈来的就是 这个勺子 用来啊 打击 换奏 打节拍用的 声音又比较饱满 比较好听 所以啊 即使现在的这个勺子舞 已经开始用这个乐器 但是这个勺子呢 依然还保留了下来 因为土耳其这个民族 这个是一个游牧民族 嗯 这个舞蹈里呢 模仿的这个动作呢 实际是模仿 挚鸡的动作 这挚鸡呢 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啊 非常的普遍 比如说像 有的动作呢 是模仿这个挚鸡在 觅食的这个动作 有的时候动作又非常快 实际模仿的是 这个挚鸡遇到天地以后 逃跑的这个动作 哦 所以其实也是来源于 动物和生物的观察 那么傅彪先生 两个城市的特色文化 您又是怎样的感受 那个 在我们都饿了 都很有胃口的时候 这两个城市的文化 给我们上了一顿 这个歌舞大餐 那么我们的白足调 可以唱出你的心肝啪 那么在家里 你可以表达这种 不舍的亲情 而卡巴多基亚 他的传统舞蹈 曾经因为国家的 西化路线而衰落 因为旅游的兴起而复兴 随着我们大家 对剑川喜爱度的提高 白足调的未来 值得期待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吴福彪先生 今天我们的旅行就到这里 我相信每个人 对这两个城市都有感触 我们在大城市里 必须去买一张 不便宜的门票 坐在剧院里 看一场话剧 或是听一场音乐会 但是在卡巴多基亚 在剑川这样一个地方 张嘴就来 拿起身边的勺子 就是快乐的 这就是我的体会 我相信 今天的这期节目 让我们很好的记住了 剑川 卡巴多基亚 记住了那个 小新丸宝贝 城市一对一 品味 城市魅力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这是一个以甜著称的 鱼米之乡 甜美甜美 幸福美好生活 这个象征 这是一座建在水上的美丽首都 我最喜欢就是到那些老桥上去走一走 怎样的美食让人心存畏惧 三年了 活得久 不活了 这尝一下 什么戏剧 一学就会了 中国无锡 对话瑞典斯德哥尔摩 城市一对一 带您走进两座水运古城